每日神话 与你们的实际身量 根本不相符 你们所认识的 都高于你们所行的 虽然你们说 信神就该爱神 不求得福 只求满足神的心意 但与你们的生活之中 所表现的 却差距太大 掺杂太多 多数人信神 都是为了平安 为了得利 你是没利就不信的人 是得不着恩典 就撅嘴的人 那你所说的 怎么能是 你的真实身量呢 就凭时难免的家庭事故 比如孩子得病 亲人住院 庄稼减产 家人逼迫等等 这些日常生活中 经常发生的事 你都经不起 遇到这些事 总是惊慌失措 不知如何是好 而且多数都是埋怨神 埋怨神说的话 都是欺骗你 埋怨神的做工 都是捉弄你 这些不都是在你们心里存在的吗 你以为这些事 在你们中间发生的还少吗 你们整天就活在这些事里 根本没有心思 想如何把神信到家 如何做到满足神心意 你们真实的身量太小了 简直没有一只小鸡那么大 家里生意赔本 也埋怨神 遇到环境没有神的保守 仍然埋怨神 甚至家里的小鸡死了 圈里的老牛生病都埋怨 儿子该成家了 家里没钱也埋怨 想搞接待 尽本分没有钱 还埋怨 你满肚子里装的都是埋怨 有时因此便不聚会了 也不吃喝神话了 说不定消极多长时间 就现在所临到的这些事 根本不涉及你的前途命运 就是你不信神也得发生这事 但你现在把这些事的责任 都推在了神的头上 硬说神淘汰你了 你信神信得到底如何 真把命献上了吗 若在你们身上做约伯一样的试炼 那你们凡是今天跟随着的人 没有一个能站立住的 都得跌倒 你们与约伯相比 简直是天地之别 今天若把你们的财产夺去一半 你们就敢否认神的存在 若把你们的儿女夺去 你们就会坐接叫骂 若把你仅有的生活门路都堵死 你就会找神算账了 你就会问我 当初为什么说那么多话来吓唬你 到那时 你们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由此可见 你们并没有真实的看见 没有一点真实的身量 所以 在你们身上的试炼太大了 因你们明白的太多 而真正认识的 还达不到 你们所知道的千分之一 你们不要只局限于明白领受 最好看看 自己能有多少真实的实行 有多少是自己心情的汗水 换来了圣灵的开启与光照 有多少实行 已经实现了自己的心智 你该在你的身量上求真 该在你的实行上求真 信神不要想着来应付谁 最终你能不能得着真理 得着生命 都在乎你个人的追求 Mitch Riddell 还是访问说 希望此次再乎 一 dos 把小 меня尽工 也使有这么讨una